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裤子越短越有钱 短裙效应 裤子越短越有钱 裙子越短越有钱 我觉得是吧 文涛穿的这个短裤都可能是馅料版 对啊 所以我觉得 你看短裤只要跟上一层一体的 就是有钱人 你看我穿的裤子最长 叶老师 我裤子也很长啊 你就不厚啊 越厚越没钱 越便宜 但是你看它的肤色显得有钱 刚刚最近黑多了 明显是夏威夷度假 晒得回来的 没有 北京北海旁边度了个假 北海远旁边度了个假 夜谭像上海的 有点这个贵夫人的这种感觉 我像南方人 我一看就是南方人 打扮特精致 你看咱们仨刚才干的 这叫一件什么事呢 就是说啊 互相鄙视 就说怎么样 显着自己的身份 显着自个儿有钱 就是你从哪些地方来看 因为什么呢 最近有一篇文章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 还引起很多人的讨论 叫这个标题叫什么 炫耀性消费已经终结 现在是无形消费时代 他这个文章啊 他主要讲了个什么思想呢 就是说 其实当年这个西方 比如美国啊 这些叫什么蓝脖子 还是红脖子 就是那种新钱老钱的 都是都跟那个 就是土豪发财嘛 就一代致富 爆发户 有钱了之后 当然一开始 都是炫耀性消费 对 那么紧接着呢 所谓的中产阶层 在中国也不知道 有没有中产阶层 那所谓的中产阶层呢 他也要跟着 显示自己的这个价值啊 所以呢 也跟着就是说 你比如说 但是人家像现在说了 说你比如说过去 比如说美国 哪怕是一个年轻孩子 你说iPhone iPhone 这显着挺高消费 可是现在在美国 那个分期付款呢 它实际上 就可能是 大概是交 两三千块钱吧 就等于是吧 就付了个首期 然后每个月再付多少 这个小女孩 她就拿这个iPhone 对吧 好 你说包括这个分期付款 买这个豪车 也是这样 于是呢 那些真正有钱的人 他这一看 咱们分不出来了 对吧 我这个1% 和你这个20% 咱们这个俩 你要说穿衣服 你买得起这个 我基本上也买得起了 那这个时候 人怎么分层呢 所以现在就有人说 提出这个概念 据说这个概念呢 在美国现在都体现出来 就是说最有钱的这个人呢 已经不给你比这些了 就说什么好车呀 好衣服啊 不比这些 叫无形消费 比如说私人学校 就是教育 我这孩子上的这种私人学校 那可是一年 可能是几十万美金的 这个这个费用 那就根本不是你这个中产基金 能够买得起的 能够付得出的 但是这个呢 确实从外表穿的用的 你看不出来 于是他们就说啊 现在就说潮流啊 就是炫耀性消费的时代 慢慢的叫趋于这个终结 真正比的谁最有钱 叫无形消费 你们觉得这有道理吗 有道理的 也就是说 土豪消费阶段终结了 以前是这样子的 所谓土豪消费是刚有钱 刚开始有钱的时候 然后我要用最尖头怪脑的方式 最大的声音告诉 告诉别人 我和他们是不一样的 你看我穿这个牌子 那logo这么大了 你看我这个是名牌 我跟你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最初的时候 最早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但是等到人人都靠近这个标准的时候 他必须要有一些其他的标准来显示 我的品味跟你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东西在八十年代 七八十年代的上海是很典型的 那时候陈乃山的小说里边说 用上海人那时候有点钱的 用历史香皂 用国外的那些洗发水 你走过来 他那时候还没有法国香水 还不像你这么可以到法国度假 他那个时候 你走过来 远远的飘过来 一阵香气 这个香气 不是我平常用的硫磺罩 上海人闻得出来是吗 闻得出来 天哪 这个就说明你的家境 肯定是上只脚的 你的家境要比我要好一个台阶 那等到人人都用得起历史香皂 人人都穿得起这个皮鞋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然后那个时候就需要更加精致的生活 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电翻包外面带的 马桶外面带的 然后是这个读学校 读书要到国际学校 还要取个英文名字 这不是一条鄙视链吗 对不对 就是你必须要用这样的一个高端的 日常生活的高端化 来鄙视下面阶层的人 你觉得这个时代在中国到来了吗 我觉得仍然是炫耀 你上个国际学校还是炫耀 不是炫耀 不是 你这样你比如说 以前比如说炫耀一般的衣服 那么现在炫耀你的圈子 炫耀你的层次 炫耀你的很多东西 我觉得很正常 我们中国仍然毫不客气的 仍然是一个土豪时代 不是中国 我跟你说一件事情 很典型的 那时候特朗普刚上台的时候 然后人家说特朗普上台说话颠三倒四 恐怕智商不太好 但是你别忘记人家读的是哈佛 所以在美国也有一个圈车 特朗普是不是什么叫什么沃顿 沃顿双学院 沃顿双学院 它那个是跟那个名校好像是 然后是它你看 然后现在到美国去读书的 你会发现中国的高端权贵的子弟 读的都是那个美国的名校 难道这些人的智商就比平寒的子弟要高一点吗 没有 但是他可以动用资源来读这样的学校 就像特朗普一样 那你说说看 这个是不是一种隐性的炫耀 所以这种圈城这种炫耀 对的 全球都有 所以我想我就是仍然是炫耀性消费 你看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叫叫巨富 就是说全球的有钱人怎么生活 他算了一下全球可能有六千个 就是最有钱 最有权势的这六千个人怎么活 这六千个人比如说 当然私人飞机是标配 其他的比如说他有专门的牙医 这个牙医呢 他的这个专门的牙医 可能给全球就不超过三个人服务 而且这个牙医 如果你在财富培行榜上去找的话 也能找见他 然后他们的那种生活 就是每一个方面 包括他的头发 他的眼睛 他的牙齿 他的保健衣 所有的东西 你整个下了以后 就跟一般人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算来算去 全球有六千个这样的人 那么围绕这六千个人服务的人 也同样是精英介测 但是马尔我倒觉得你讲的这个 他要真还是表面的这种风度 或者是表面的这种消费 这个还是单纯的 还是淳朴的 因为我现在发现 他有富的更富 穷的就更穷 高的更高 低的更低 他这个问题更加浸透到了 说实在的 就是说穷人富人都越来越实在了 大家狂过一阵之后 都知道实在 你看我看这个文章就讲说什么 说英国和美国还不同 说英国的这些上流社会 这些所谓的贵族 因为英国大家知道 阶层分化的很明显 以至于英国的贵族 说实在的 他还有点扫眉大眼 他还是觉得有点 面对中下层 他会觉得自己有点惭愧 比如说他要是让他的孩子 上什么多高端的学校 他还有种那种上流人的一种 我觉得这也算休养 他知道还扫 而他们说美国的这种精英阶层 这种特别富的阶层 他们嘴上说的是 我们美国没有阶级 我们美国没有阶级 我们都是人人平等 对吧 可是实际上 比如说他投资在这些 这些高端的学校给他的孩子 你知道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他们这个家培养出来的这个孩子 包括这个同学会 混的这个社交圈 就是一代一代都比你们高 甚至这种高在了修养上 水准上 三观上 这种包括这种爱好上 你这个你没办法呀 你他这个会弹钢琴 会骑马会马术 你这个到最后啊 他混的还是这个圈子 富人俱乐部 他们也是一个别落下 你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会 你还记得我们最近 刚才这个提起来 我们两个都在看 这个回过去翻翻三国字 你们朝鲜那个时代 有一个九品中正字 是不是 然后呢 这个制度出来 就是当官的阶层的孩子 永远是当官的 然后他们永远有钱 是社会上层 然后是这个掌握社会资源 为什么会这样子 也不是因为当时就是 这些人能接触到最好的儒家大师 能接触到最上层的这些政治资源 就是选来选去 就是他们了 门阀 门阀制度 就是门阀嘛 门阀制度 那现在其实也是这样子的 你想想看啊 这个那些阶层的最好的教育资源 是他们 是他们这儿的 其他的最好的服务资源 他得到的并不是说 我有多少个家里 有多少个阿姨来服务我 而是说他能得到最规范的服务 他的教育是最有效的教育 然后这个孩子 理科很好 头脑很清楚 然后又知道 从古罗马到现在是怎么回事 然后他还会其他的一些记忆 你说这样的孩子 怎么去跟人家竞争 你就比如说 咱就像讲这个 当年这个亚历山大吧 应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亚历山大 那谁当他老师呢 亚历士多德 对吧 那这个孩子 他出来这个机会和他的修养 那就是比你中下层的 没法比的 对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的话 我们老讲这个阶层共化 其实因为中国人以前有一个误解 就认为当官家的孩子 或者说有钱人家的孩子 好像都不怎么努力 到最后成顽固子弟啊 是吧 反正我小的时候 我爸爸老教育 这么教育我 我估计因为是我们家太穷了 对吧 我看到的还真不是大多数 你说的真的是 因为啥呢 我这么多年 我接触了很多 比如说官员家的孩子 非常优秀 而且自己非常努力 就是他形成了一个什么呢 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比如说我认识一个 一个官员家的孩子 自己考到北大 考完北大完了以后 自己找到工作 他爸爸本来给他找好了 中士游的工作 坚决 还跟他爸爸闹 闹僵了 说你不要管我的事 到最后自己找到工作 现在自己最后愣着 当一个创业极进的一个合伙人 事业干得特别好 前一段时间还出了一本书 还现在在畅销书里边 拿给我看 说那个这个孩子 你说过去多年 我说你为什么这样 他说当年我爸爸 也是这么奋斗起来的 我爸爸当年从一个写字的 从一个县城里边的文书员 慢慢干到中央部委 然后他爸爸的那种潜移默化 对他的这种影响 他知道最好的东西应该是什么 哎呦 你说的这个还真是 你说的这个 我跟你有一个共鸣 但是同时呢 还有一个问题 但广告之后再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阶层不仅在固化 而且在深化 深化到灵魂深处 我为什么 我说我跟你有共鸣的 就是你看啊 我认识一些个就是大老板 我觉得那种顽固子弟啊 真的是我见到的少数 我见到的这 你比如说 哎 我有一个朋友 就是这种 呃 家里 他说我送孩子到英国 什么移动工学之类的学校 他说 我就发现人家那个学校教的是什么 仁义理智信 哎 你明白吗 就说这个孩子一看啊 这个规矩 哎 就是早些年 改革开放早些年的卖房子 咱讲高尚阶层 那个是装叉的 可是呢 你知道吗 今天他发现一个问题啊 可能高尚的教育培养出来的 真的有可能 哎 就是说他那个孩子 我我现在感觉到 就我这个小市民的眼光看起来 那是另一种人类 嗯 你知道吗 比如说在英国的什么学校上了学 嗯 然后假期说去干嘛去啊 嗯 说要到这个保加利亚呀 去做义工 哎 对 哎 然后你看他发朋友圈写的文章啊 那都是忧国忧民呢 对 我说这是像是一个伦敦政治家的情怀 嗯 他关心的甚至他瞧不起他爸 对 就就发财这些 嗯 那他甚至给培养的都有点是金钱如粪土 就人生的意义在于不在于财富 而是在于什么什么拯救世界 嗯 好家伙 他是真的这么想 他这个二十多岁的孩子 对 所以我就觉得难道说连这个连高尚都有阶层了吗 有 这个是很残酷的事情 但是你想想看 就是当他 就是我们是从细节里来看这个人的教养 或者他得到的服务怎么样 就你除了有这个呃 四人飞机啊 游艇啊 这些这些都是外表的东西之外 你看他呃 穿衣 橘子 甚至他的牙齿是不是黑 这些东西你都可以知道 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边生活 他得到的服务是怎么样的 那如果说他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之后 他会把某些东西 作为他骨子里边的本能 那他在教育下去的话 他也是这么教育的 比如说不要着急 不要穿红绿灯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规矩 对不对 你就遵守这个规矩 但是我们发现 其实很多穿红绿灯的 都是或者底层的 或者是送外卖 但因为他们要抢时间 所以这样子的话 就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 而且他的当审美趣味 当他的能力相差太远的时候 这两个阶层最可怕的是 不相往来也不通婚了 你讲的是这个道理 就是说咱倒不是说 做人有什么高低 对吧 这也没有理由这么说 人都人格是平等 对 但是确实是问题是 受到这种教育 适应了这些个 首演身法部的人 他们将来会越来越 倾向于是他们的圈子 对 对吧 那你比如说像我这个工厂大院 出来的子弟 那可能就 我就只能舒服 跟我的圈子才舒服 而且你知道 我说我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很有意思 就是说 我也有点先贫爱富 就是 比方要跟一些这个 大老板们 有交往 对 我现在怎么发现 他们呢 中国老在说有些土豪啊 怎么炫耀啊 对 怎么我接触这些人 我怎么觉得 他怎么比我还抠呢 你知道吗 就我觉得有点不可 不可思议 你比如那天 我们是去 去欧洲 去一个地方 哎呦 他这个太太 过来了 我住这个酒店 至少也是个四星级的 是吧 对 他太太就说 哎呀 我说我住那个小酒店啊 进屋就是床 行李箱 我行李箱 我就在哪放行李箱 他行李箱就塞在床底下 哎 这一两千块钱 我说你 我 我很难理解 你知道吗 就是说他 他甚至他这么跟你讲的时候啊 你觉得他还 怎么说呢 还挺自豪 还挺自豪 还挺得意 而且你就看 我们一起出去逛 哎呀 那个太贵了 那个那个 不要花那个钱 就是我怎么觉得 就上海人吧 对 就像一个上海的那种 太太过日子一样 我说你们家 几十亿 基本上百 有私人飞机的 但是他说 这个私人飞机是招待客人的 他自己到哪玩啊 他自己买机票 对 你明白吗 他都不坐 他这个私人飞机 飞一趟 可能十万块钱呢 对吧 你说这是个好事 还是个坏事 我老觉得 你比如说 这个前一段时间 比如说看到那个 那个中期后 不是坐那个二等坐吗 高铁上坐二等坐 然后那个那个那个 谁呀 那个华为的那叫什么 任正非 任正非自己扛着行李箱 然后从机场里边出来 我有时候老觉得 我说 我们可能不能从一个极端 走向另一个极端 因为创造贼富 就是为了享受美好生活 对吧 你别说我 我自己 我没多少钱 但是我出行 出行门啊 我都让自己要舒服一点 对吧 因为我挣了那个钱 而且我很正常的挣的钱 我就要创造自己 比较美好的生活 你比如说任正非嘛 他其实时间很宝贵 任正非自己扛包 还是小盖的时间 对吧 你说他是 而且那个 你说钟庆后 他挣那么多钱 他在二等坐里边 那么他在倡导 一种什么样的思维 我觉得人还得消费啊 人还得追求一个比较 当然不要 就是不要太奢侈 但是从这个极端 走向那个极端 我也不赞赏 不然你挣钱干什么 所以我觉得 你就很气愤是吧 我就很气愤 那个钱 你不愿意花 我来花 对 至少花给我们看看 对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所以我有时候瞎猜啊 是不是人家先富阶层啊 就先达到了 繁华落尽 归于平淡了呢 还是 这个概率比较高 也不是说每个富裕 你们刚才讲的富裕群体里边 也算是富裕群体里边的奇葩 大部分人还是买这个买那个 还是还是有的 我认识的那些那个老板 他也消费 而且消费的挺多的 觉得他是余无深处听惊雷 比如说一瓶酒 上万块钱 像这种情况是有的 对不对 是 那我其实反过来 我想说的是 那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 事实上阶层已经分化了 就咱们像咱们这个年纪 这个年代 当时阶层没分化 是因为没阶层 知道吗 就是一片混乱 然后再开始分化 那到现在为止 已经有阶层了 像那个孩子说的 这个一定是我们这些人读书好 考北大 因为父母都是中产收入阶层 然后是又有文化 那当然我们读书好 问题是这些穷人怎么办 穷孩子怎么办 我其实挺担心这一点 我有一次到那个云南那边去 云南东北部那边去 那那些已经算是 他们比较好的中学了 然后没有床板的 就是铁架子孩子们 睡在那个上面 然后一个宿舍16个人 一张床睡两个人 那这些孩子怎么办 我觉得我们在说 这些有钱人的同时 有钱人既然道德这么高尚 应该多做做慈善 这倒是真的 就是说让这些 不是要让这些穷孩子过上好日子 而是要让这些穷孩子 有底线的机会 就是如果我特别聪明 我可以读书读不出来 我可以像这个照火箭 照那个的特斯拉的马斯特一样 我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出来 就是说底层的孩子 是要给他们机会的 否则的话 这个社会就完蛋了 但是你把这个希望 放在慈善家庭上 不是 这个应该是政府来做 我刚才既然说到这个富人 说那么多钱 他们自己还不花 那么他们又要有点道德感 那么我觉得做做慈善 未尝不可 但是当然我没有指望说 他们道德良心发现 我指望的是 政府要做一个基准的 最基本的盘 就是你起码这个农村中学 让他们读到读到初中之后 让他们一个孩子床板得有吧 然后一个孩子睡一张小床总得睡吧 这些东西总要有 最后要让这些人感觉到 就是一个是你先物质上富起来 第二个呢 你又精神上富起来 那么你精神上富起来以后 不仅仅是你自己写的高贵 而是你看到那些底层的 那些人本身处于一个 什么样的状态 给你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 他应该感觉到 这是一种羞耻 所以到第三个层次以后 他又带那些人 往美好的方向走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循环 如果从这个来讲 我倒觉得啊 真的我们在这样来做 现在事实上是需要一个互动 一方面呢 我们还是 中国不仅仅要善待穷人 也要善待富人 包括他们对这个社会 做的贡献 物质层面 精神层面的 第二个呢 就是说 因为我周围遇到一些 家庭出生不太很好的孩子 我跟他们的家长交流 或者跟他们孩子交流 你会发现他们总在抱怨 他们总在抱怨 这个社会很不公平 这个社会怎么样怎么样 他们就会放弃 然后我就以我 我说 我也是个穷人家孩子 我出来 但是我也是完全靠自己的奋斗 我就告诉他们 我说这个社会 既然我们没有关系 既然我们无所依靠 那你只能靠自己 既然这个社会假定啊 有99个不公平 他最起码有一个公平等着你 你要把这一个公平知道 你这一个公平是什么 看那些成功人 他怎么成功的 怎么努力奋斗的 你只要准备了 努力了 他自然可以 所以我觉得 怎么样去改变他们这种兴退 其实是一个良心互动 就这个社会 我们谈到今天就说 你的那种选要 到最后怎么样选要 能让这个社会感觉非常好 就是回到当年英国那个清教徒 他对自己道德要求非常严格 积累财富 但是他又很羞耻 觉得财富其累的程度 非常羞耻 然后回馈给社会 我觉得中国社会 如果说有一天 真的到这么一个程度 那就很好 但是这真的需要互动 不仅仅是富人的是穷人 下层阶层 我觉得也得观念各个方面 也得改变 他现在这个改变 是改变不了的 我是觉得 我们现在还不配阶层固化 所以阶层固化的社会 应该是一个相对成熟的社会 然后中产收入阶层 已经占到百分之七八十了 都是中产收入阶层 那大家过的日子还不错 然后你阶层固化 它的反应没有那么大 这个固化 就是你是一个自然的 就这个社会形成一个稳定的 一个大数据的生态以后 而不是像现在 就是大家你看 这个阶层之间的这种分裂 阶层之间的这种对立 阶层之间互相的抱怨 这是非常可怕的 而且有很多人很绝望 有很多人觉得 我无需去努力 没有机会 一旦出现一个乱子动到 然后一下子 他觉得报复的机会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现在我们中国真的 今天如果谈固化 那是非常可怕的 对 我现在固化 到时候我跟你说 就是战争 对 你都可以想象 非常可怕的 你看那个 障碍那个杂人 个头那种 对 就是图 咱们现在讲的 应该是拉近距离 拉近距离 对 而不是分出什么阶级阶层 这就知道 不是拉近距离 不是说到共产主义社会 而是说 我们现在应该说的是 中产收入阶层 中产收入阶层 就让大家获赏 就让邻居看看 都是中产收入阶层 都能过得下去 这日子就好了 像人的日子 对 是的 这是一个最大努力的方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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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